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是要谈论政治局的门票 那有人要想要进去 总是有人要出来 你怎么样看待我们这个议题 有关于政治局门票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想 入常要进步 所以拍马屁是未然成风 就一个个地方的比 从广西开始 上海 天津 非常非常恶心 如果我是习近平的话 谁拍的最凶 立马撤之 只要撤一个 以后不会再有了 就拍马器形成的腐败 它跟金钱无关 但是一种政治腐败 我想视频上可能大家看到过一个 金日成出来 大家拍手的这么一个 一段视频 所有人是如此真诚的在那拍手 没有人敢停下来 就人可以堕落到那个程度 真的很不容易 这就是中国的拍马屁的观察 因为习的权力 他掌控了 以前还真没有这么多拍马屁的 所以说一篇文章 一开头讲了两句话 叫天下自得莫过于忠 其实呢 他是把一段古文变成马屁了 原文的意思并不是这样的 原文指什么 他是出于东汉的 就马荣的一个宗经 这么一段话 他在指的宗实际上就是呢 至公无私 而不是说的对某一个人的个人的 这种失忠 就四为八得里面呢 也有宗字 就何以便宗 何以为宗 宗经 是这样讲的 就马荣的宗经 君子之言 宗而不令 小人之言呢 令而是宗 这才是宗 而不是今天讲的那种 从柯庆 是讲的那个 相信毛泽东要相信到明信的程度 服从毛泽东要 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到今天那种忠诚不绝对就绝对不忠诚 这种事一旦 蔓延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其实今天中国的老百姓 没有几个对个人崇拜有兴趣 就文革之后的中国 其实个人崇拜是一个 一个几乎不可能的这么一个 他没有那个土壤 就文革之后中国债务顺利 把阿Q不再革命了 润土呢 也不再认命了 他们要做人 要做成立人 你今天在中国讲个人崇拜 实际上是没有人再去跟你去做 因为经过了这个文革 实际上就是万岁 叫万岁不是习的事 是人民自己的事 但是你听到了这种话 而不去纠正就是你的事 就是拍马屁一样 那是官场类型 他要进步 其他的方式呢 太难了 要做政绩 说不定就做坏了什么事 立马就撤职 最方便就拍马屁了 但是习他听这些话 那就是他的事了 对这些人听了以后呢 不加以制止不处理 这就会越演越烈 这个文革还不一样 文革是大家真心的老外星 崇拜毛泽东 到疯狂的地步 今天没有那种疯狂 如果说拍马屁不够 刚才这个圣明提到 那到底如果你是习近平 你怎么看待这个拍马屁 这个风所谓缺孔之风 包括从媒体开始到书记开始 同样一个步调 同样一个方法 那如果拍马屁不够的话 还有什么东西是他横人的标准 让他能够入场 让他能够入局 我觉得现在这个所谓 这个中共官场上 这样一个拍马屁 搞个人崇拜的这样一个 完全的哲理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 所谓上有所好 下必信言 你爽受这种拍马屁的 叫这个属的 叫这种滋味上 别人给你这个 就是说按摩一样的 爽受那种按摩滋味 那别人当然就会更大 这些体积的拍马屁了 所以真的还是在习 习的头像 至于这个我们讲 这个那帮官员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全是一帮投机分子 他哪个不知道啊 不是不是他 我们我认为他们就是这个 就是门经 都非常清楚 这个神是怎么样 神是需要他们拍马屁 他们就拍马屁 假如上我们讲这个习一旦实施的话 可能骂习的人可能 他们可能别骂的比谁都还速 这就是这个中国官场的这样一个 所以这里面我觉得这个反应呢 这个习的论知是有问题的 论知是有问题的 你来说这个对这种所谓铺天盖地的 毛巾以上有这个像文革上 上毛巾来拍马屁这种开始的话呢 他应该清楚这个这么早下去 会发生什么样的这样一个后果 但是他不去究竟 他不去究竟 我觉得这个 你毛巾以上你也可以讲 他可能他太忙 他看不到接着拍马屁的 这个表中的这样一个说法 但是他的智囊呢 你说他的智囊 如果说是这个 跟他讲话有点距离不太好提 那他的亲人呢 他身边的这个彭丽媛 如果说彭丽媛不好提 那他女儿主应该可以提吧 他女儿提的话 他应该提应该可以听进去吧 我不知道他女儿是否提了 对这种现象 假如说他女儿提了 习基于过程考量 这个没有提 那就是习的问题了 你如果说基于过程考量的话 这个你说这个二十大之前 我要我要人来 要全国各地都来来取 这个官员都一个效忠这个态势 你说这是一种策略 毛巾以上你说这种策略 也可以理解 但是问题就是你当他是二十大 你是从上台以来 度中勤务所谓的 18 18届五中全国奇闻所谓的黑神之后 你就是在引导这样一种开码的风险 就是在引导 包括这个 包括我们讲 包括这个新闻报导 包括这个我们讲这个外出细查等等 你都做出了一系列不同的规定 比如讲这个新闻报导 就是说我才是唯一的 极有的习 才能占据这个逃犯位置 而让这个 这个南台 台南台电视台出身 哪个长都不南台电视台出身 其他的 包括我们讲这个 还有这个水虫 可以根据多少等等 最恶心的就是什么都是 就是所有的政治局常委 都要上年终的时候 都要上 习汇报工作 接下来就把这个 所谓的距离全拿开来了 就是说我才是唯一的 所谓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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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大波士 你们 都是虽然说明媒常委 但是你跟我是这个 这个地位是不一样的 按照中共的政治制的规定 是为总书记 他只是在会议的时候 他有交织的权力 在投票上 他并不比其他常委高 他的权利并不比其他常委高 但是习 他把是做的这一系列 所在八项规定里面了 他八项规定虽然讲有浪费等等 但是恰恰他自己的铺张浪费 我们敢出去的时候 那种排长 那种排长 多少多少几位 这不就是一种铺张浪费吗 所以他自己的违反八项规定 也就是说 我可以违反八项规定 你们这个总理以下的官员 都不能违反八项规定 我可以做一个独裁者 你下面的官员 都不能做一个小独裁者 是不能做的 这样的话 这是规定 我们讲的 就是说 无形中 他就强化党内的这种个人同败 就强化党内的 这样一种拍马妹的风险 所以讲 唯一的 能够解析的就是说 其个人的认知是有问题的 他另外这种拍马 会强化他的个人的权威 对他鼓务政权是有好处的 否则的话 我们讲的 没法是对中国现在 愈演愈烈的这样一种现象 得到解释 当年毛的话 我们讲对林彪的 属于四个伟大 还说了一句讨嫌 虽然毛也讲 讲着 共产党 这个是要有点个人同败的 但是上林彪那种拍到 拍的那种程度 他也觉得个人讨厌 我们没有全球 就是习对下面 基本官员这样拍马屁 说讨嫌 没有传出这种话 一度来讲 在这点上 他甚至还不如毛泽东 就是说对个人同败的论记者 他还不如毛泽东 有一点我不同意 你讲他就是出行 怎么怎么样 要摆那种排场 习上台的时候 他没那个排场 他也讲不准封路 不准怎么样 到包子店去吃包子等等 因为他上台之前 他是做好人 哪一派他都非常好的关系 都喜欢他 左派右派官场元老 太子党 但他上来之后 他抓了这么多的人 几百万党政干部 他得罪了太多的人 就是 据香港的报纸 就是 辛子林 有一篇东西 他认为 据他所知 至少有七次暗杀活动 所以这些东西呢 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他今天他没有那种安全度了 另外一个呢 就个人崇拜 和阿谀奉承不一样 这两个东西要分开 前者 就一个是由衷的心声 另外一个呢 是精巧的算计 今天我们看到的 实际上不是个人崇拜 就是一种奉承 就我不担心个人崇拜 我为什么要去担心那些 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事呢 文革之后还会崇拜谁吗 你想我们又崇拜谁 在国内那些小孩崇拜 可能他崇拜 一些明星 对吧 可能马云 或者胡歌 这些人 就中国早期 就没有那个个人崇拜土壤 你就看看那欢乐颂啊 小时代啊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了 就个人崇拜他需要信仰 而中国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信仰 他根本就 就是那些官场的要进步 他们在那玩的东西 我相信如果习不蠢的话 有官员会拍到马蹄子上去 就我们等着看好了 就像我们上次 登过就是这个清零 他看不看得到 这个信仰的刚才这个说法 讲他这个 因为够了安全 够了安全 讲这个牌掌啊 这有这方面的因素 但是我刚才讲到的是 他18大就是说 18.5中全本清零 恒星之号 这一系列的制度规定 他是 他是这个 不是 就是说我们讲 是基金安全 而是 他是放在一个制度 所谓八项规定里面 是作为一个制度规定 一个一个 这个 要要要要要 要落实的 而不是说 没有成文 只是一个 只是一种节省做法 他现在是 是一个成文的制度规定 我们讲 这八项规定里面 你看看他这个制度规定 包括这个新闻报道 包括这个 这个外出事 他都 这个规定都跟其他常委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规定就把他明明就把他 就是说 我是唯一的一个 我是说白了就是说 习可以违反八项规定 你们接着 都不来违反八项规定 他就是 这么一种 所谓的心态 来凸显他的老大的 这样一个地方 听到呢 听到你怎么样来看待习近平 怎么样来安排他的 证据 然后的门票 那这些 这些书记啊 到底这样一个拍马屁 有没有用 这个前两天是我看蔡奇在那 念那搞一字一顿的 在明镜上看的时候 他妈真想把一团屎 塞在嘴里 我就在把那屎从的嘴里吐出来 都比他讲那些拍马屁的话 神经非常不自然 不要要好 但是呢 你要想一想 我觉得其实习没那么浅薄 去想听这个拍马屁 他也不是不知道有人拍的马屁 他我觉得 他是有政治需要 最后呢 这个玉文呢 最后说一句话呢 他就他没有展开 他没顺这个思路想 习干嘛 现在需要拍马屁 我觉得 其实拍马屁这个东西呢 就说到底就是 这个 王根涛一下子 讲到顶子上了 哎呀 你别想抢我啊 下面你要再说 就是说我的启巴 等等等你不要抢 等会儿你 后面受我启巴之后 你再展开好吧 对 习其实呢是 习现在感到一种政治需要 就像毛 毛当初就是 拍他马屁 当时那个玉文也讲到了 毛后来表现出这个 个人崇拜烦你 而且他说 什么叫一句顶一万句呀 还有讲过 什么四个伟大 我看就保留一个伟大 导师就要我当过老师 当时还说了一个半幽默 我就当过老师 其他那些都不合 还有什么 还说过什么 什么核心呢 不过想让我做大核心 自己在我的名义下建立小核心 就是毛这个人呢 就是他是 那他那时候为什么 他说当时他那个 个人崇拜达到顶峰 那个斯诺呀 就说 个人崇拜 他就不高兴说呢 说你们美国 没有个人崇拜吗 每个街道都是名字 都用这些人的名字在命名 那不叫个人崇拜吗 就是我觉得毛 其实当时 因为有种政治需要 你可以看出来 后来就开始把个人崇拜降分 而且呢 在讲个人崇拜的人 他也就也获得不了的提拔 我觉得习现在感到一个政治需要 就是说 为什么呢 其实在前一段时间中 我们说 习下理上的这个政治 这个事情是没有的 政治权力的 这种分配是没有 但是确实在视权上 我们说视权上 和以及怎么处理 在怎么处理事务上 他和党中央 他个人的独裁和党中央呢 一些集体发生了一些分歧 而这个集体在一定程度上呢 是有一个在一些会上 表达出了一些议员 我没有证据啊 这个我的证据 我听到消息比 就是把它拿下了 都是集体把它拿下都有 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一些 具体怎么处理 这些事情有分歧 这样就把一些视权 按照集体的领导的这个方向 集体想法呢 把这个视权给了一个墙 习呢当时也是默许了 因为这个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习担心大权杭络 这个视权会解除维持 政权的权力格局的 重新的分配 这样的话 在这时候他需要考验 那么入常的这些人呢 习现在是要下一步的 入常也罢 入政治局也罢 入局也罢呢 他是需要提拔这样的人 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个方面特点呢 就是这个人要对他忠诚 对他忠诚的人呢 不见得是要拍马屁的人 我想习在八十年代 看过毛泽东的教训 他这点是知道的 第二一点呢就是 而且在有时候拍马屁 可能会损害他 习也知道 那么拍马屁 还有一个呢 就不拍马屁 可能对他更好 说一些更对什么话 可能比如代表他去解决 一些实际问题 说习主席派我来解决问题来了 这个恐怕是 对习的微信更好 习可能也会更喜欢 这个东西习 我想呢就这点 这点支持他是有的 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觉得第二个特点就是 他能帮着习解决问题 能掌控大局 就入常在后面这点呢 第一点是前提 要不然我必须提我的人 第二你是我的人 或者你假装是我的人是不够的 你必须还要能够确实 帮我去解决实际问题 让我的一些那些乱七八糟的说法 能落到实处能落地 所以在这个方面 才是入常的决定性因素 那么当然在这方面中 习的标准除了要解决 正常的管理事务之外 还要有在政治斗争中 政治大风大浪中 要敢于刺刀剑红 这样的话就是说 具体说呢 说中共中央虽然将要四个意识 两个维护两个确立 但在不同的时期 他是需要你有不同表现的 现在就是在二十大前的时候 当一部分的视权分给了李克强的时候 而且坊间都已经在解读 李克强确确确实是掌管一些权力 习近平而这个东西本身就说明 习有些错误的高 这时候需要人站稳脚跟 这个四大金刚就出来了 把习抬到那样一个吓人的高度 那样一个令人恶心令人作悟的高度 这个信号是发给官场上的人的 就如果你想往上走的话 现在需要你表忠心 在习近平和中共中央这些人的 一些分析中间呢 你需要站稳脚跟 需要保持对习的这种 这要保持所谓的战略定力 要保持对习的忠诚感 当然另一方面 你还要跟着李去解决问题 该解决要解决 因为现在他觉得呢 现在是最考验一个干部的时候 一方面处理事情 还是要跟着李克强那个思路走 而且这个思路呢 在某种上在前段是被习否定的 另一方面呢 你不能因为做这些事 就影响到对习的忠诚 对习的信任 所以才有了这四大金刚啊 就跳出来呢 用各种各样肉麻的话 其实这些肉麻话 你仔细看吧 我就除了广西那个话 是空洞无物的 纯粹的个人崇拜之外 其他几个人都在 从不同的角度上讲 为什么要确立习近平的独裁 要对习近平绝对服从 对吧 你看就说 蔡奇那段 我说恨不得把一团 使筛在嘴里去 其实他还讲到了 在这个历史高度中间 他从一个历史的高度来讲 中国现在需要一个独裁 这是 所以但是只不过这个话 他用个充满的感情 不是一个讲道理方式 所以总的来说 我觉得呢 现在这四大金刚 零五这个 零五这个个人崇拜啊 这种肉麻的吹捧 主要还是一个政治上的需要 一个政治考量 二十大前的时候 习近平现在处理事项 遇到一个挫折 要让别人替他去处理 一些事情之后呢 他不希望这个事情 会动摇干部队伍 对他的信任 因为这种信任本身 可能会给自己的正敌一些机会 何必要 如果你那么赞成 君涛认为说 拍马币 对习近平那样 确实有了政治需要的话 那除了忠诚之外 还有哪些人你觉得 有忠诚 然后还能够帮习近平解决问题 在常委会里面 习近平常委会不重要 这个政治局则重要 但是政治局的这个权力 他没有遇到像君涛讲的 那么一个什么挑战 什么分歧都不存在 现在习近平的问题就是 权力有多大 权威 像日文讲的 有没有权威 第三个是他真正的合法性 你像美国 这个总统只要当选了 他的照片画像 可以放在所有的联邦系统 但是你说习近平现在 如果把他的画像 放到中国的这个党政权系统 那老百姓是一种什么心理 反改 因为中国老百姓是经过了 一场革命的老百姓 既有圣诞三十后的革命 又有之前的启蒙 又有改革开放时期的 毛泽东时期的一种 非常混合多层次的一种革命过程 这种革命过程 使中国人在内心世界里面 是非常厌恶这个排马屁 非常厌恶 厌恶到什么程度 就是觉得呢 人与人之间 像我们和朋友之间 尽量的是讲比较粗皮的话 这样的话你都觉得比较亲近 我到了台湾去之后 我到了香港之后 我到了美国之后 才发现 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的尊重 尤其是对党官的尊重 那就是我们的 黄兆平先生最理解的 你对上级的那种尊重 你是一种职业的尊重 也是一种修为 今天我看到网上拍的那些照片 都是对待习近平 那你不要别的 就是在我们中国时报 我最开始看到了我们内部的刊务 叫中国时报社刊 我们的社长 或者是总经理 还是社长 什么董事长 像真正的老板 就是这样 你到日本去看看 你到日本去看看 但是中国是经过了一个革命 一个启蒙 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人们对这种 不仅是对着这种马屁 甚至对礼仪 都有一种距离感 所以在这样一个国家 要建立起一个权威 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要建立一种合法性 其实也非常难 但是一个国家 如果他不建立基本上的合法性的途径 那么你最终的这个权威和权力 就需要你的残暴 需要你的马屁精 所以王军涛很深刻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盛平说对马屁很恶心 我当然也同意 很多就是恶心 他欲文说 你这个政治局向他报告是最恶心的 我也同意 从现象来讲 但是从权力来讲 他不是一个打降伞的人 他不是一个他爸爸是皇帝 他也不是一个民主选举 所以在这个时候 习近平要控制中国的局面 跟他就讲到点子上了 他有政治需要 政治需要 但是他一方面你能够理解这种政治需要 但是另一方面又非常危险 危险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大家的担心是对的 你别搞半天 你把对你的一种吹捧和赞扬 你觉得有利于建立你的权力的基础 甚至建立权威 但是慢慢你就变成那种享受 慢慢就变成了一种中国的社会现象 慢慢就变成了一种官场现象 那就是日文和正平讲的 那就是非常恶心 四个领导四大金刚 只是这个领头而已 那中国从上到下 未来就是又回到一个非常低缩的 但是很不真实的 他不是一种像 这个合法的选出的一个领导人的一种 一种真正的尊重 也不是因为你的能力得正 向你的表示一种权威的敬仰 都不是 所以他还是建立在一个 一个沙漠之上 一个泡沫之上 这种是没有用的 如果说你今天赔你马片 明天你完蛋了下台了被政变了 大家一样的去吃你 习近平 我不知道是为了搞五年 还是搞十年 或者是十五年 这个不是真正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 习近平能不能在这样一个 没有建立体制的一个体制之中 能不能建立起一个 让大家幸福的一个体制 你说民主是有很多问题 但是民主大体来讲 在西方成为了 这个避免政变 平民政治权力的 彻底毁灭的一个机制 所以现在遇到很多问题 这是可以给很多的教训 当然民主不是在这个非洲 变得更糟糕 更糟糕 根本没有扮演民主应有的品质 在南美 在东南亚我们都看到了 所以民主也不是 最开始我们理解的那种 教科文士的一种民主 但是独裁确实是从马屁 个人承办 最后面被变成一个 他不仅是全力 这个 达到一种顶峰 更重要的是 他建立在一个不真实的基础之上 所以这个皇帝也完蛋 独裁也完蛋 整个社会天下大乱 怎么像李国耀先生那样 建立一个大体上的法治社会 建立一个大体上的 一个民主的基本框架 有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 有一定程度的 这样一种民主的元素 等到条件承受之后 你反对党的力量越来越强 那么你像新加坡 不是没有反对党 反对党不会去坐牢 对吧 但是反对党的力量太弱 怎么样把它培养起来 那么这个 当然新加坡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例子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 中国要复杂很多 所以我还是觉得 要保持对习近平的批评 保持对中国执政的批评是必要的 因为这样的话会提醒习近平 或者是提醒 保持一种压力 但是非常遗憾 我们在海外一个自由环境里面 这么多人聪明 有专业 有这个崇尚民主和自由之心 但是流入到了一种情感的泡沫 这是非常遗憾的 但是我相信这种声音 二十大之后会慢慢慢慢成熟起来 像王军涛啊像日文啊像盛平啊 这种真正在严肃思考 它可能未必是你完全同意的 但是你至少认为他们是在严肃的 现在是泡沫 现在是侮辱 现在是攻击 现在是谣言 这个变成海外的一个东西 这是很可怕的 但是习近平存在的 这种政治需要变成个人的一种享受 然后再把中国又 钓入到那个王军涛博士所讲的 最终那种独裁的一个陷阱中间 那就是糟糕了 那还不是说一个难民制 对吧 好谢谢 有没有人想补充 我回一下 刚才军涛和这个和别人都说这个 习开马背是因为政治需要 我觉得这个不然单纯用政治需要 这个角度来讲 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呢 假如说我们前面的判断说这个习的权力 这个 基本上的可以讲 用我的话来说是很稳固 用和平的话来说可能是非常稳固 那么如果他们稳固的话 他就无需要通过这样一个 我们讲这个官员的骑身来拍马屁 这样的高兴赞扬 来凸显自己的权威 那么他就算从这个角度说 他有这个境界需要 他也不会说就是说 你可以适当的拍马背 但不上这么一个比喻高调 高调的都旁边都看了 都听不下去了 到这种程度 我觉得就 如果仅仅从政治需要这个角度来解读 可能就是不够的 当然这里面也是有这样的结果 也就是说 我允许你拍马背 但是所谓这个潘多拉磨合一打开了之后 他自身就有自己的所谓的规律 那么拍马背自己就有自己的运转规律的 那就简单就是说 就是某个一旦放去瓶就知道了 你就封不住的 就是一个比一个高调 就是一个自然的拍马背 产生在线上 当然也可以这么讲 但是我们讲 如果对于希来讲的话 他难道不弃弄这种拍马背 一旦全国蔓延的话 你要修起来的话 当然了 这个所谓独裁领导人 他说我不喜欢拍马背 那可能其他官员也就不会拍马背 但是至少在我们讲他一段时间里面 他们形成一种非常恶劣的这样一个印象 起码就老百姓的角度来看 对于习的话又增加了一层恶感 对于这次官员来说也增加了一层恶感 你完全可以说 你可以说要就是官员忠诚 但是又难做事又忠诚 他其实也有这样的官员了 比如讲我们讲这个 这个其他的一些 不是省市的领导人 而是这个部门的领导人的话 他对习也觉得很 不知道像陈一新之类的 他对习也很忠诚 但是也没有说 太让人太过火的一句话 也许他说过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觉得他好像他没 这样的官员其实也有对习制 是习的人真正是习的人 但是他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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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又又不说一次过火的拍马背的话 那么我我个人的观察 这个接翻拍马背呢 可能有些的某种政治需要 但是还有的就是接着官员 为了竞争所谓的这个 这个十二十大之后的 所谓政治局的这个 政治局常委的这样一个门票 因为对他们来讲的话呢 他们是不管习近平自己 对这个马背是怎么一个看法 但是既然是已经是 这个是这么一个风潮的话 那就每个人都真相要表演 在这边这样的话 多多小小我们讲就是说 会会会这个浪习 不会认为就是说 可是不是你对我不重感 不会坦着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我认为他还是 以官员个人的角度来干 他是有这个考量的 嗯好 谢谢几位啊 如果没有再补充的话 我想二十大 到底习近平怎么安排人士 还有有没有更多的书记 除了九位书记之外 更多的书记的吹捧 会有没有更多的官媒 来吹捧习近平呢 我们可以继续来观察一下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请请您来点赞 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肯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明镜电视频道 明镜电视频道 明镜电视频道